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是在讲有关于天国 耶稣基督的君王的那样子的一个身份 谢谢 我们刚刚经过了选举嘛 我们的选举刚刚结束 对吗 那我们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领袖它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四年或者八年的生活 那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更应该了解天国君王 我们所选择要相信或是跟随的这个领袖 那他有没有什么证件 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会影响我们不止八年 也会影响我们到永生 对吗 我想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 上帝曾经 天父曾经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天父到底喜悦耶稣什么呢 耶稣对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降世为人的原因或使命 他有没有什么说法 换成我们今天的就是说 你知道他的证件是什么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我想我们知道 耶稣曾经说过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 我来是要成全 耶稣成全的律法跟先知 让我们可以因性称义 耶稣也说 我来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悔改 耶稣又说了 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丰盛 这个都是我们 这几个都是我们非常很喜欢 也是很宝贵的应许 只是 这些耶稣美好又宝贵的应许 到底耶稣要怎么样成就 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 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 二十章这一段经文 进一步来了解 来明白耶稣 他所要成就的福事 究竟是什么 那他已经成就的福事 他如今复活升天了 不在我们当中 对吗 那么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今天跟我们有关系吗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 这一段的经文 我自己操作 OK 我们一起来读 我念一节 弟兄姐妹念一节 十七节 耶稣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 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他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那时其理派儿子跟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 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 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 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自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神秘 做多人的属家 我想这段经文虽然很熟 但是我们平常也不会很仔细的去看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 好吗 现在这一次请你们念 请你们先念 来 请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户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基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就叫给外邦人 将他信用骗大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带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一定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喝一次的 乃是我不为谁预备的 又赐给谁的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教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 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福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福事 乃是要福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这段经文还蛮精彩的 对吗 有勾心斗角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我们现在 我们念了两次以后 我们要从 几方面来看这个经文 看的就是 人子来 他所要成就的福事 因为人子耶稣 他所成就的福事 就是我们的榜样 也就是我们今天 要效法的 真实的福事 所以我们第一 我们也一起来念 这个标题 请 福事 不是在地位上 做主操权 而是从内心里 为福事奉 刚刚这段经文 所提到的是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这是他最后一次 上耶路撒冷 那去的时候呢 他就把十二个门徒 十二使徒带到一边 对吗 带到一边的时候 他就只有对他们 十二使徒讲 他要上十字架 这个也是耶稣第三次 预言 他要上十字架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他预言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只对着 十二使徒讲这件事情 并没有其他人在场 可是我们都知道 没有不透风的 什么墙 是吗 只有管不住的嘴 所以呢 像这个这种 这么重大的消息 当然立刻就走漏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经文 就说西比泰 西比泰的妻子 带着他的两个儿子 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情 求什么事情呢 母亲就说 我求你让我这两个儿子 在你的国里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那耶稣刚刚 跟着门徒讲说 他要上十字架 然后立刻就发生这件事情 那可见呢 西比泰的这两个儿子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雅各约翰 我们很熟悉的雅各约翰 一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转头就告诉他妈妈 他们的母亲 所以他们母子三个就联手 一起来求耶稣这样子 其实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母亲 她是西比泰的妻子 西比泰在当时是一个 有名望的 有钱的传东 那她是西比泰的 她有这样的身份 作为西比泰的妻子 她很不容易耶 她不但支持两个儿子 成为耶稣的门徒 对吗 这非常的不容易 她自己 连她自己也是 跟随耶稣 服侍耶稣 她的跟随 服侍耶稣 是一直到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所有的门徒 连她两个儿子都跑了 但是她没有跑 她陪着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在十字架旁边 亲眼见证耶稣的受死跟受难 所以可见这个西比泰的妻子 对主耶稣是静忠到底 忠心到底 而且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 更让我们看到 她是一个非常积极果决的母亲 毫不犹豫地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设身处地的替她想一想 她做一个母亲 那她为她的孩子 为她的儿子们 就是雅各 约翰去求 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 这样有错吗 当然没有错啊 因为耶稣是最值得跟随的主人 对吗 然后耶稣又常常讲到 她的国她的国 所以为她的儿子 在耶稣的国里争取好的位置 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 你呢 你比较属灵 你不会的 如果是我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而且你看这个 她是西比泰的妻子 就是雅各约翰的母亲 她是立刻来拜耶稣 福敬拜耶稣 我们就知道 她是真的相信 耶稣的国会降临 她才会做这个动作 所以他们母子三人 虽然有点讨厌 可是他们是玩真的 对不对 他们是玩真的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 金文告诉我们说 你看 金文告诉我们说 我们念二十四节 请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弟兄二 他另外那十个门徒 就是十个使徒听见 这件事情 发现他们母子三人 所做的这件事情 就恼怒 恼怒就是很生气 就是恼羞成怒 为什么恼羞成怒 因为感觉被偷袭了 对吧 就觉得 怎么这么不够意思 怎么没有先打一声招呼 然后一声不响就 走后门 去做这件事情 很过分 当然还要恼怒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反应 怎么这么慢 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步 或者是恼怒 为什么我没有后门 可以走 我想这十个人里面 最生气的应该是彼得吧 因为以前什么事情 他都是第一个 对吧 这一次输了 所以他可能最生气 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真的发现 彼此同心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私心 你要知道 这十二个人是跟随了耶稣三年 而且是耶稣亲自挑选 对吗 耶稣祷告了很久以后 亲自挑选的十二门徒 十二使徒 彼此之间都有这样的 分歧跟嫌隙 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发生这种 有自己私心打算是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 我常常就会有人就跑来跟我说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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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分小组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 不要把我跟光州分在同一组 或者是师母 师母 可不可以把我跟光州分在同一组 或者是说 师母 师母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跟长老 官说一下 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很常常见的 难怪 难怪圣经叫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和而回一的心 这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 很困难的功课 还好耶稣说 不行 对吗 还好他们求了半天以后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耶稣说 这是天父的权柄 我不可以擅自分配位置 那终于这十个门徒 可能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们之间 彼此已经有了心结 产生了一些分歧 其实这个时候的耶稣呢 耶稣不但要面对自己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很快就要面对自己要 承受的困难跟苦难 耶稣还要处理这一群 状况外又没有出席的门徒 对吗 我这样说有过分吗 就很状况外又没有出席的门徒 耶稣到底要怎么办呢 其实耶稣常常是内忧外患 对吗 耶稣到底要怎么做呢 耶稣就叫了他们来 耶稣就叫了他们来说 我们来念二十六节 我们来念二十六节 OK 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来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回答就必做你们的友人 好 耶稣就趁机会教导他们 也是教训他们 要服侍主 不是在地位上争取做主操权 而是要从内心里做仆人的服侍 哇 这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对吗 我们也常常在说 仆人士的领导 仆人士的领袖 这句话听起来也非常的高尚 这的确是服侍主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老实说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功课 对吗 特别是对于想要好好服侍主的人 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跟试探 老实说 谁不喜欢权位 没有人举手嘛 对吧 谁会不喜欢权位 谁会不想享受权位所带来的虚荣呢 我想起呢 我31岁的时候就变成长老娘 因为有人变成长老 所以我就变成长老娘 然后这个很不怎么样的身份 也没有什么权利 没有 可是呢 就这样坐着坐着 到了39岁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介绍我的时候就说 这是我们教会的首席长老娘 你没听过吧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首席长老娘 我听了是 我非常的错愕的同时 我的内心是有一点虚荣感 很好笑吧 很好笑吧 可是这种的虚荣感 你看有多强烈 你看我还记得 我现在已经离开39岁很远了 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谁不喜欢权位 所带来的虚荣呢 可是就好像 在经文里面所说的 在服饰上 我们如果这么看重权位 争权夺利 其实会对教会 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 一个伤害 我曾经有一个人数不是很多的小教会 人数不是很多小教会 那这个小教会呢 他们一直都没有全时间的传道人 只有几个很热心的同工 就代职同工服侍服侍 那因为人数很少 又没有传道人 那也没有什么 只能借用别人的教堂 所以也只能用别人 剩余的时间来主日崇拜 可是因为他们很热心 很追求 所以他们也不觉得很辛苦 特别是同工当中 有两个负责任的同工 他们更是摆上自己 同心合意 不分彼此 没有计较的 这样子的侍奉神 每个主日 他们都要开车 分别开车去接送 那个不方便的弟兄姐妹 来教会 聚会 聚会的 来了教会之后 他们两个又要 把椅子搬好 把场地排好 做所有的事情 让弟兄姐妹可以聚会 然后他们服侍以后呢 他们还要做爱宴 爱宴在一个非常狭窄的 阴暗的 不方便的角落的厨房 可是他们每次 每个礼拜都做爱宴 然后提供给弟兄姐妹吃 那几年之后呢 他们这样子忠心 努力的服侍 神是真的很祝福他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就 越来越觉得服侍很吃力 他们两个就觉得说 一定要有一个 全职同工 那他们就祷告 就说我们两个当中 可不可以有一个人 奉献出来做全职同工 他们就这样祷告 那神也很稀奇 垂听了他们祷告 真的呼召了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 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人 他也愿意 这个人被神呼召也愿意 就放下他相当收入不错的事业 那就出来当传道人 那他就要先去神学院接受装备 那另外一个就跟他说 没问题你去 我会全部支持你 会更加的 更加的跟全力配搭你的服侍同工 所以呢 这个蒙昭的传道人就去念神学院了 那在神学院念书的三年期间呢 因为他们教会就是很小嘛 就是没有同工嘛 他每个礼拜还是要回到教会去配搭服侍 那每个礼拜呢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就礼拜五晚上上课上完了 就坐最后一班飞机飞回去 那回到那个地方就很晚了 很晚以后 那另外这个同工就来接他 那然后就周末的服侍 主日的服侍 那礼拜一的清晨 就会搭第一班飞机 回到学校去读书 那第一班飞机是早上六点五十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坐过了 我坐过那一班飞机 我四点三四点就要起床了 因为你要起床 你要准备 你要进机场 你要做所有的事情 早上也是那个同工 送他去机场 那这样三年 每个礼拜都是那个人接送 你很感动吧 这样子的同心 这样子的服侍 是真实的服侍 对不对 多么的彼此相爱 那终于熬啊熬啊 熬了三年以后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这个同工就回来 回来教会 他就成为牧师 开始带领教会 感谢神啊 这是一个很有恩赐的牧师 他非常的有恩赐 所以主就把得救的人数 更多更多地加给他们 然后呢 不但人数加给他们 神给他们更多的恩典 几年之后呢 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建立教堂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一个 做一间很宽敞明亮的厨房 可以好好的开心的 放开的在那边做 预备爱宴 对 所以这一切不是都非常的美好 一切正在开始上轨道之后呢 那个支持他的同工就 开始不满 就跟他抱怨 就说 为什么 以前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决定的 现在呢 你变成牧师了 你负责教会的事工 弟兄姐妹都说 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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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比你矮一劫了 以前我们都平起平坐 现在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地位比我高 凭什么你现在做老大 我就要听你的呢 他们之间开始有了一些争执 这个曾经跟他 一路一起走来 一起度过 克服很多困难 彼此扶持的同工 因为这个把服饰当成权力跟地位的分配 他没有 没有以仆人的心去侍奉 结果他的抱怨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终于成了他们教会最大的麻烦跟拦阻 他不但不继续同工 甚至渐渐渐渐的 他就也很少来教会 到了一个地步呢 有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地方 想去探访他 都不得其门而入 他就必不见面 其实很可惜对不对 其实非常的可惜 难怪耶稣对门徒 要这样而提面命 告诉他们说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27节我们一起来念 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你有听见主耶稣跟你说同样的话吗 愿意好好服侍的人 我们就要有励志为仆 要谦卑服侍的心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就要来看 服侍不是在地位上做主操权 而是从内心 为服侍奉 那第二呢 我们也来念这个 这个标题 请 服侍不只是恩赐能力的展现 更是使人的生命的奉献 耶稣说 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也就是说 耶稣来是要服侍 有需要的人 说真的啦 耶稣如果要被服侍 他不用到地上来嘛 天上很多天使 天使服侍的比我们好多了 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人 永远不会把事情做好 对吗 所以耶稣说了 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 他是要来服侍人 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来看看 耶稣有在服侍人吗 我们来念 马太福音四章23到25节 请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位旁边教训人 传遍我的福音 一直还信各样的命证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利亚 那里的人 把一切害命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而被回复的 天使的 汉坏的 都带着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 从加利利 低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 来跟着他 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 这三节所写的 就是耶稣 事工经常性的状态 就是这样 这是耶稣总是不断地 在各地 走来走去 一个地方 又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 又一个乡村的 巡回 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 耶稣做什么服事呢 他在各会堂里讲道 那我们都知道 圣经总是这样记载 耶稣讲道 大有权柄 对吗 听的人都很稀奇 震惊 不像我们讲道一样 你们顶多就笑一下 这样子 耶稣讲道 大有权柄 重点是不像 文士跟法利赛人 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 总是在批评论断别人 耶稣不只是会讲道 他会医病 对吗 医治各样的疾病 医治各样 你想得到的疾病 疼痛 颠尖 瘫痪 长大麻风的 血漏的 虾眼的 耳聋哑巴的 甚至耶稣会让死人复活 所以耶稣 医治各样的疾病 耶稣 赶出 各样的鬼附 我们知道 他赶出过一个鬼 七个鬼 甚至一群鬼 两千个鬼 记得吗 而且耶稣在 赶出鬼的时候 都是用一句话 就是说出去 鬼就出去了 所以耶稣其实 很 我要怎么讲 很轻易 我不能说很轻易 但是耶稣 很快的 或是很 那个的 就显出 他是一个 有极大的能力 跟权柄的人 所以耶稣有 他的工作 总是有很大的果效 所以耶稣的名声 立刻就传遍了 传遍了各个地方 那耶稣的大能 跟他的恩赐呢 其实 结果就是 为耶稣吸引来了 更多的病人 更多的鬼附的人 更多的需要帮忙的人 对吗 他们总是想尽办法 要来找耶稣 这是当然的 如果我们 有这个问题 我们也会这样 那耶稣 也总是没有 让他们失望 他施行各样的 神迹歧视 他解决每一个困难 跟问题 而且游刃有余 可是耶稣 这样马不停蹄的服事 对于有广大需要的 世界上的人来讲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完全不够 我们来看 耶稣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念这两个经文 请 这是以后 是这样的 当耶稣又看见许多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都困苦流离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 就说 要收的庄稼很多 做工的人很少 所以他就拆派了 十二个门徒 又拆派了七十个门徒出去 你看哦 耶稣在拆派这些门徒的时候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 他说 给他们权柄 可以赶鬼跟治病 对不对 所以耶稣是有授权的 而且耶稣是非常有领导能力的 他派了十二个 派了七十个 而且这十二个 跟七十个都做了很多的 都做了很有功效的服事 耶稣也能够把他的权柄分给他们 我的意思是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 耶稣显出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领袖 他是一个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个人魅力的领袖 你羡慕他吗 可是如果耶稣道成肉身 只是要做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 只是做这样的服事 也就是说 他的确带来了 一阵风潮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 数不尽的粉丝 然后他的能力 他的恩赐 都受到大众的喜爱 甚至是崇拜 那耶稣罗所做的 如果只是这样 那网红都做到了 耶稣需要道成肉身吗 那如果不是 不是耶稣道成肉身 不是只是要 做这些人 也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到底他要做什么 什么事情 是他一定要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亲自处理才可以的呢 耶稣终于告诉我们 这个奥秘 对吗 这个奥秘就是 在哪里 对不起我找一下 二十八节没有吗 OK 我找一下二十八节 OK 我们来念 二十八节 请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服事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服事人是一个过程 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这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 一个奥秘 一个奥秘 他最重要的服事 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给所有的人 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暑假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更最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暑假 我们的生命 没有暑假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就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我们被罪所挟制 被死亡所捆绑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可以把人从 罪跟死亡当中 拯救出来 所以 只有神的恩赐 在主耶稣基督里 可以给我们永生 可是耶稣 到底要怎么样 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是像他所行的神迹那样吗 这件事情要怎么完成呢 耶稣就说了 这个神迹要透过十字架 来完成 耶稣必须自己上十字架 这样他才能够 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所以耶稣三次预言说 他要上十字架 受死 复活 才能够成就 给我们生命赎架 这件事情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 不是只是活过来 主耶稣的复活 不是只是活过来 回到还没有死 以前的状况 如果是这样 谁要这种复活啊 谁要七老八死的时候 死了 然后活过来 还是回到七老八死这样 你要吗 我现在都不要了好不好 这样的复活 这样的复活还会再死啊 就好像上个礼拜的 讲到的那个拉撒路一样 他从死里复活 回到拉撒路 然后呢 他又死了 谁要这样的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 不是这种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是 他得到荣耀的生命 荣耀的身体 永远活着 不会再死 他的复活 不只是得到荣耀的身体 主耶稣的复活 也不是让他回到成为 成为拿撒勒人耶稣木匠的儿子的名分 主耶稣的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是 上帝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对吗 所以因为主耶稣这样的复活 所以当我们也在他里面复活的时候 我们的罪就得到根本的解决了 如果我们在死里复活 我们不会回复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形体 你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不是很喜欢 我从小就觉得我的眼睛太小 然后我长得不够高 然后呢 我觉得我希望我怎样 我怎样 我怎样 对吧 所以我复活我不想要这样 我想更完美一点 像主耶稣这样 要有一个完美的形体 所以这是主耶稣 他复活所答应要给我们的 而且他复活 而且主耶稣的复活以后 我们在主里得到这样的暑假之后 我们也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就换了一个名分 换了一个位子 所以这才是主耶稣 将士为人最重要的服事 不是恩赐能力的展现 是生命的奉献 是生命的奉献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的新生命 我们想服事主 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 恩赐能力的表现 要进入生命很实际的服事 我要来分享一个 三十多年的牧师的故事 这个牧师 他是一个牧师 他来自一个牧师的家庭 他爸爸是牧师 然后他们家的所有的兄弟 都是牧师 所有的姐妹都是师母 厉害吧 所以呢 怎么样才是叫做做一个专业的牧师 牧师的技巧技术 对他来讲 家学渊源 一点都不困难 他就说 做牧师是我们的 family business 而且他也实际上 做了三十多年的牧师 在他的带领之下 他们的教会 有几十个全职的 其他牧师跟同工 然后他们也在 那个城市的各地 国家的各地 设立了步道所 设立步道所之外 还有成立各式各样的机构 在这些步道所 这些机构里面 这个牧师他都是 董事长负责人 他所建立的教会 是当地的地标 所以他可以说是 我认识的牧师里面 最成功的牧师之一 那他在他们自己的 本堂的教会 每年会受洗 有两次的洗礼 每一次的洗礼 就可以产生一个中型教会 所以我的意思 我这样的描述 我们大概就知道 这样的一个牧师呢 他的恩赐能力呢 非常的杰出嘛 无可挑剔 可是在他三十多年的 侍奉当中呢 他几乎从来都不跟 他的任何一个童工 有事工外的互动 什么叫事工外的互动呢 就是他也不跟他 任何一个童工吃饭啊 也不找他的童工聊天啊 也没有喝咖啡啊 也没有多问一句 事工以外的闲话 所以他的事工会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教会的童工呢 每个都非常怕他 连他的太太 就是教会的首席师母 下次叫这个名 要叫贝家哦 贝家这样 这个连他太太都说 非常怕他先生 在教会碰他先生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看 牧师今天脸色怎么样 如果今天牧师脸色不对劲 大家就要皮绷紧一点 然后呢 看到牧师从前面走过来 就要赶快转弯 跑进厕所里面去 不要跟他面对面 这是真的 可是教会所有的事工 还是那样子的进行 越做越大 成为当地的最大 那牧师本身呢 童工们都害怕他 可是这个牧师本身 很开心很快乐吗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他觉得他的侍奉 越来越无趣 他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很流停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做了 道他很会讲 福音他很会传 所有事情他都很会做 他生命 他觉得他的生命 越来越僵化 他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他不知道 谁可以帮助他 因为他就是 他们教会最高的那个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忠心的仆人 他真的静静业业的 做好每一个事工 那上帝 也给他很大的恩赐能力 那他也用出来了 可是他就觉得 他的生命 没有成长 一直在枯杆当中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感谢主啦 我过程我就不讲了 神就给他 开一条路 然后经过两三年 几年的寻求 这寻求也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他拥有一个 这么大的事工 他就决定在2023年 去年 他把他的牧师的工作 放下来 他放下他的 主任牧师的工作 他就开始专心做 生命陪伴 陪伴别人生命成长的导师 他也不再具体地去参加 行政的事情 而是他花很多时间 开始陪教会的童工 他的传道人 一个人陪 然后陪他们吃饭 约他吃饭 约他们聊天 耐心地陪 一个一个陪 一家一家陪 一对一对陪 后来他再分享 他流着眼泪 他说 他说他才发现 他自己 从来不了解 他的任何一个童工 他不但不知道 他的童工 健康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他说 甚至连COVID期间 到底谁确诊了 他都不知道 确诊之后 需要什么帮忙 他更是不知道 外面的健康 他不知道 他童工内心的压力 他更是不了解 更不用说到 童工的家庭 跟配偶的关系 好不好 家里的钱 到底够不够用 这个童工 有没有生孩子 孩子到底多大了 反正什么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发现 他跟童工之间 并没有生命的关系 跟交往 他们只是一起做 教会的事情 那是感谢主 他开始陪伴他们 他们就一起生活 在他们当中 就发生了 很奇妙的事情 他们一起住在一起 几天 他的童工们 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 有温度的牧师 在他们当中 因为呢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牧师穿着短裤 穿着假脚脱 然后牧师还会说出 除了圣经以外的话 甚至还会讲笑话 哎呀 童工们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跟牧师 一起吃饭的时候 牧师就挑食嘛 就偏食嘛 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就被师母骂 结果呢 童工就很开心 就大快人心 哎呀 然后他们也感觉 也终于看到 哎 牧师也会哭耶 牧师讲到伤心的事情 牧师也会掉眼泪耶 童工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其实 这些状况呢 说不出一个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吗 说不出来 可是的确他跟他的童工之间 开始有了很好的成长 那些童工脸上也 渐渐有了笑容 甚至现在他们还会主动跟牧师说 哎 牧师 这个礼拜有没有空 可不可以去你家吃饭 所以 服饰不只是恩赐能力的展现 而是要使人得生命的奉献 最后我们要来看第三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标题 请 耶稣上十字架 我们舍命 我们一生跟随主 为人舍己 耶稣既然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为人舍己 我们来念这三节经节 请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中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右手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侮人 好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 看了前面 人子来 他是要服侍人 他是要为我们舍命 那我们也得到了 这样的新生命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活出 这样的新生命呢 其实基督徒信主之后呢 我们就会想服侍神 我们就会想回 就是说回报主耶稣吧 回应主耶稣吧 我们很想服侍 可是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羡慕那些 很会服侍的人 尤其是我们很羡慕那些 有很大恩赐的人 所以我们也跟着追求 就觉得服侍应该要这样 那我们就会追求要 比如说要讲道 像我现在在做的 大家都会觉得讲道 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 所以大家都羡慕要讲道 我们也会羡慕 可不可以有医病的能力 赶鬼的能力 或者说不要这么激烈好了 我们可以羡慕 带敬拜的能力 或者是说 说方言 说预言的恩赐 因为我们心里认为呢 恩赐越大 事工做得越多 神就会越高兴 对吗 我们心里啦 我不是说这个是对的 我说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恩赐越大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工 上帝就会越喜悦 那好的基督徒呢 一定就是要一直成功 一定就是要一直进步 这其实是成了我们今天 一个可能的迷思啦 为什么我会说迷思呢 因为耶稣不是这样说的 耶稣是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对吗 耶稣是这样说 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说的是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那耶稣喝的是什么杯 耶稣喝的是什么杯 耶稣喝的一定不是 光鲜亮丽的杯嘛 是吗 耶稣喝的不是一个好喝的杯 所以呢 耶稣喝的杯 我们也要喝 我们就要学习效法他 舍己为人的榜样 这一次呢 我们去东南亚的服饰 那有一天呢 我们又是清晨四点多起来 我们不是老了睡不着 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要赶飞机 我们不是 我们是不得不起来 清晨四点多起来 为什么要去赶飞机呢 因为那一天 我们要转三次飞机 我们要进出 进出四个国际机场 才可以到达我们那天要到达的目的地 你们 当然我想大家都出过国啦 可是我想比较多的 时候我们出国都是带着旅游的心情嘛 你就进出一个国际机场嘛 你可能很开心 可是呢 你知道进出四个国际机场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每个国际机场都有它不同的规矩 毛病 麻烦 然后你要走的路也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就碰到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人 各种奇怪的人 那总而言之 我们那天转了三趟的飞机 然后进出了四个国际机场 到了当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那可以想象 我们已经很累 很累之外还很狼狈 你知道很狼狈的意思吗 就很狼狈啊 所以就想要怎么样 赶快去休息嘛 至少要去梳洗一下对吗 可是那个来接我们的人 看到我们就超兴奋 特别兴奋 当然了就是很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只是我们就是已经很累了 那很开心 而且很热情地说 长老师母 我们的教会的童工 已经帮你们预备好晚餐了 我们现在去吃晚餐 笑不出来这样子 我们内心是老师说 是有一点为难 可是呢 但是看到他们的期待嘛 而且人家已经盛情难却 我们就去了 去了 我们也不忍心拒绝 就去了 然后就下了飞机 拿了很多的行李去 去那是去一个同工的家里吃饭 当然那个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很大的一个家 所以呢 那个主人就很热情地 叫我们参观他的家 这里 这一栋 那一栋 花园 他种了很多的花 这是什么树 这个树要很难养 怎么养 慢慢地说 真的是非常的 精心地 美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就这样 跟着他走走走 慢慢地吃饭 对吧 饭都是要慢慢地吃 吃完了以后 也聊这个聊这个 聊他家里所有的人 儿子在哪里 女儿在哪里 讲着讲着 就是甚至他的难处 也跟我们讲 一直到夜深以后呢 非常舍不得地送我们走了 还一直送到门口 才让我们走 我想 我想呢 这个同工呢 这些同工 一定感到非常的满足 跟喜乐 一定 一定跟我们在一起 他觉得很满足 很喜乐 虽然我们真的 就更累了 可是呢 可是我们使内心 是很感恩 很感恩 知道 也知道 也非常的确定 知道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其实 活出这样子的 这样的做法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 都可以学习 就是你先放下你自己 放下你自己 就是在舍己 为了别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更明白 这个意思 其实 这几个月以来 我每次到教会的时候 我会被一个弟兄 的服侍 我会注意到 有一个弟兄的服侍 刚开始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 我一直觉得 我们教会的 这个招待同工 都是姐妹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把它讲出来 你们等一下 不要去一直问他 这样他会 我们教会的招待同工 本来都是姐妹 结果几个月以前 我发现 怎么有个弟兄啊 好像有个弟兄参与 那这样很好嘛 因为有姐妹 有弟兄 这样子 更周全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要讲道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师母 那我负责帮你倒水 请问你是要冷的呢 热的呢 还是要温的 要多温呢 要多热 我就想说 这个招待有这个 有这么的细致细腻到这种地步 这个是谁啊 到底是谁啊 所以呢 我就开始 比较小心地 看看他的服务 结果我发现呢 他每个礼拜 他都很早来 他就会很早来到教会 可能就跟我们同工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就来了 然后他做同样的事情 他每次来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 他做好了他的事情以后 陆陆续续弟兄姐妹来 他就会去接待 打招呼 那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 他就会提供他的服务 后来 11点多了嘛 现在轻食应该来了 对不对 那他就会在那边 把轻食弄得很整齐 很整齐 等一下我们散会之后呢 我们就出去拿轻食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猪肉的 这个是鸡肉的 这个是树的 其实呢 就让我们非常方便地取用 整个流程都很顺畅 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发现到他的存在 其实他这个服饰 好像没有很多的恩赐 跟能力的显明 然后在整个主日崇拜当中 也不突出 可是他愿意这样子 替我们服务 做这些小事情 真的使我们整个流程 变得很顺利嘛 因为有好几次 轻食晚到以后 我们出去就手忙脚乱 乱成一团 对吗 所以他这样的服饰 那他所牺牲的就是 他不能够 一起跟我们在这里面啊 他永远要先去弄 外面的事情啊 那但是他这些小小的动作 会让我们每个人 更加感觉到 教会的温暖嘛 这一次我们从 印尼回来以后 隔天就是礼拜天 一半天来的时候 他还来问我说 哎 秋花师母啊 你们从印尼那么热的地方回来 那跟台湾温差这么大 你跟你长老身体 这样受得了吗 那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嘛 可是也没有别人问我啊 所以我就会 真的感受到那种关心 跟有被服饰的感觉 我想比起像我们这样做 讲员的 他是真正的在舍己 关心的服饰人 所以你们等一下不要去吵他 假装我没有说这件事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 耶稣已经为你舍己 你也愿意为主舍己 服饰人吗 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一起来学习 好不好 刚刚光州长老不是报告 今年我们要101 所以你现在心里有想到 一个特定的一两个人吗 开始为他祷告 这是一个服饰 然后花时间关心他 问问他冷不冷 这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有机会就陪伴他 吃吃饭来教会 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为人 试试看嘛 我相信你的生命 会有不一样的丰富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自己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活出真实的 服饰的榜样 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要学习效法的时候 我们是有根有据的 主啊 求你也怜悯我们 求你也帮助我们 求你也激动我们 让我们愿意起来 学习你自己的榜样 我们既然得到了 这样荣耀复活的生命 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生命 活出来 活在弟兄姐妹当中 活在世人当中 见证你自己的荣耀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